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整理了一下很多网友们私讯的 来一届四看语 突白头苏宾的直播争议 首先整理了一下 两个人使用副账号直播的时候的对话内容 没意思 不是说没意思 这是事实啊 事实就是跳舞不行 唱歌不行 Rap也不行 等我一下 就做了一次Music Bank的MC 就这么兴奋 等我一下 进了我们的恩倩 有东西要给你看 做出用脚趾比中趾的动作 这囊脏 然后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看起来两个人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这是San在出道前与Subin的直播聊天 当时包括两位成员 共四个人在直播中 总之 这个直播被第三者外泄后 在韩网也引起了热议 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进行直播 而不是视讯通话或面对面交谈 真的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出错 他们根本就没有担心过会被泄露吗 我比较在意的是 见了我们恩倩这部分 在背后说未成年女爱的 为我们的XX这样 感觉太寒难了 老实说 关于我们的恩倩这句话 虽然粉丝们可能不喜欢 但那不就是男生们私底下会说的话吗 而且实际上 这不是在说 Subin那个时候在MusicPan 与恩倩见面的事情吗 我是来一只粉丝 但现在真的很烦 每当提到来一只 就会有人提起 那个床上自拍的成员 问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团 我听了这种话一百遍了 现在又出现这种事 而且不止这件事 应该还有更多 平时看他的行为就知道 他不是那种小心谨慎的内心 所以我很担心他以后还会出事 其他成员都比较安静 所以他更鲜艳 更让人感到烦恼 真的在干嘛 但你们知道吧 物以类聚QQ 而且他们既不是在同一所学校 也不是在同一个公司 甚至不在同一个团体 怎么可能是朋友 这意味着他们有相似的性格 看到死汉这方面不断出现问题 似乎是他的亲戚人士在外泄 这表明他自己本身可能很有问题 哇 我真的不是2x2的粉丝 在犯圈记 如果和曾犯错的人亲戚 就会被一起牵连而受到批评 这就是为什么粉丝们不喜欢 爱豆们搞亲密关系 一个人犯错时 其他人会趁机攻击 将他们一起连接起来进行批评 你真的什么都不会 就因为做了一次 美剧片可天使就到处吹血 在这种情况下 随便做出脚趾中指的动作 不就是这情况 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随便在这里要被骂呢 因为在直播中做出脚趾中指的动作吗 如果今天是女爱豆这样的话 在论坛应该会被骂得很惨吧 因为是男爱豆 所以又会很快平息吧 哎呀 大法官们又出来了出来了 这不是因为是男爱豆所以护 而是那些攻击女爱豆的人才是疯子 为什么要分性别呢 而且应该要被骂的是 那个泄露信息的家伙 很担心有中国人 只把骂一方的留言搬过去后 说这是韩国反应 再一起骂他 首先我是男生 也是其他女爱豆的粉丝 但无论怎么看 那些人只是想趁机攻击四边 即使他没有做错什么 也只用物以利据的理由而攻击他 斯卡也只是在横亲密朋友谈话 从影片来看 这完全是亲密朋友之间可以进行的对话 难道女性朋友之间不会开这样的玩笑吗 是你们真的没有亲近朋友吗 现在不是两位男爱豆谁做错了的问题 应该是恩切会很不高兴吧 这只是两个真正的好朋友 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孩之间的对话而已 没有必要扩大解释 但一看到一些留言反应 我忍不住笑了哈哈哈哈 你以为爱豆们是什么圣人吗 他们反而很像真实的二十岁青年一样 所以看起来很可爱 我看了一下网友们发给我的 华语圈网友搬过去的留言截图 几乎都是负面的 但去看韩国五大饭圈论坛的话 事实并不是那样 当然负面的留言还是比较多 大部分都是失望了 字底下也不能那样 为什么要提到别的女爱豆 用脚趾比重趾就是不好等等 但反过的留言也不少 所以对于来一集词汉语 突拍图苏宾的直播 看影片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催泪的内容 一位网友在网上发问 妈妈说昨天晚上去世一年的爸爸 出现在妈妈的梦里了 爸爸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从西装口袋里 拿出一包A4饼干递给了妈妈 妈妈说在他结婚之后 就再也没有吃过这个饼干 也不是跟爸爸有着什么回忆的东西 所以他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梦 然后今天再回家的路上 妈妈突然想到那件事情 就顺便去便利店买了一个A4饼干 结果发现饼干上面写着 妈妈当场爆哭了 这个饼干是韩国的老牌饼干 而这上面的字每包都是不一样的 啊 好催泪 应该是真的想要说我爱你 想要这样传递自己的心意 啊 怎么没有在梦里亲自说呢 是怕妈妈在梦里哭吗 我希望有一天 如果我见到妈妈 她会跟我说 女儿辛苦了吧 辛苦你了 这样安慰我 一耳朵 我希望下雨 쟁 快可以 或是 呢 我